这一半期将解是上海对湖北之战 2023年的直营会第七轮 你们看一下 红方是交电雨 黑方是花生号 开局是先制路 对足底炮 那红方架中炮 黑方是飞向 红方跳马之后呀 黑方是进足了 红方这儿出狙 黑方是小足冲过来 那红方上边马 黑方快速把狙开动 这儿的话红方出狙 黑方也出狙 红方是连抢对方双足 这个期黑方选择的交法是上边马 红方先行不是 黑方上另一个马 此时红方就平炮过来 黑方狙一平三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是飞向 黑方就炮三平二 接下来红方掌局要吃掉这个足 黑方如若求稳 可以走橘四进四进行腰队 对完之后呀 这个期双方军事 那么橘四进五的话 他是想进攻啊 这个足下来拱炮拱马 红方先把马活通 你过来要抓炮的时候呀 他把狙拿起来 你这儿一抓 他一推 这里你威胁不到他 黑方进七足 不让红方活马 红方先平局跟他对眼 对完之后呀 吃了足 黑方自然是要平出来的 那平之前呢 他先走一个过门 把对方炮赶走 然后的话再抓 红方就上 到这儿以后这个期啊 黑方可以走巨子平二去换他 也可以上马 还可以平炮 手段很多 这个局面下是红方啊 先手在握 那黑方他虽然过一个足啊 但是两个边马比较弱 红方随时一挺兵呀 这个期就是局面稍优 那临场的话 黑方他走的一步对炮 红方就接受了 换掉之后呢 红方挺兵和马 黑方一冲 红方一杀 这个局面下呀 红方就具备了优势 因为这个词太活跃了 啊 黑方的话 这个期暂时 马上不来 所以他只好先啊 控制河口 也不让红方上马 他是一个防守姿态 那红方就冲中兵了 黑方到这儿的话 还不能去挡 你一挡这个马就过去了 所以他选择招法是对 这儿的话 红方他兵武精一 黑方也就换掉了 现在再想去合棋啊 难度就比较大 刚开始到中局的时候 应该对局啊 现在走到这儿之后 红方过了个兵啊 这边还有一个后备的兵啊 应该说优势太明显 黑方这个族呀 他也不敢再逃了 担心底线将不试穿了 所以他赶快就落个试啊 防守底线 红方到这儿还不吃啊 上马 但你去逃 黑方的话也就不逃了 他赶快上来 想踩炮 红方挡住 不给他下底线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就过来去对 红方再把他马按住 黑方一平炮 想去上马 踩马 门宫啊 红方上来踩双 踩三个 他踩着鞠的关键 他只能平过来 此时的话 这个鞠就把猪狗吃了 你虽然点进来门宫 他正常的话 飞向也是可以 平炮的话 可能更积极一点 准备一平兵啊 来一个反杀 那黑方赶紧落势啊 想躲过一劫 红方这儿的话就掌鞠 不给他回防的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呀 马回不去啊 找机会过来 还要把他围死 黑方这个轻炮呀 实际上把兵打掉 吃马 红方顺势一将 不适的话 这个马钻进去 到这儿的话 对方呀 他先出来 此时红方 仍然是甩炮 黑方选择招法 是知识啊 挂起来 红方这棋掉鞠过来 把马按住了 黑方到这儿的话 只好先补个事 红方开始了大举进攻 那么黑方这时候呀 飞向 为将来推炮 推炮做准备啊 红方上马 准备将他 黑方就退回去 这儿一将 你不能上 这棋 如果你上来 他再点一将 上来之后 看着像马 其实他这里有一个推炮 叫杀 那这个棋 你正常要弱势啊 他有这么一招棋 所以你得 憋着马腿才行 这样的话 结束杀招 但是到这儿 也不好下了 他不试一踩 跳马一将 你一上市 推举一任杀棋 你要是敢走向的话 人家直接推举一将 下不去了 所以这个杀招 已经将至 对方呀 只好弱势 红方才是一将 黑方选择不是 还是呢 通过吃马 对炮给你换子 那红方简单 给他换掉 正常你要是 吃掉这个马的话 他保留一个炮 有可能退回 绕过来 把你的马就围住了 将来靠多兵围成 对方也是等着输 所以他决定呀 把这个炮给消掉 那红方回这个马 也是一样 到这儿 对方归位 那这里的话 就平鞠过来 准备鞠马冷剑 黑方落相 也是顽强 抓相他再补一个 这时候他选择招法 是回马 先踩一步鞠 实弹应手 对方就点进来 到这儿红方呢 他也没有回来去扣马 二十上马 这个窝朝马 对鞠行很牵制 你一走将军就要 叫杀赤马 那你要是 守住啊 迎面 想往这边出 人家可以底线破相 在窝朝一见不像破掉 所以这个骑 已经是四面处 胳膊好下了 他决定啊 就回来 有一个回马 反偷袭的手段 红方 顺势平鞠过来 到这儿 关键破着相 你回马也没用了 所以他得先补相才行 红方 鞠三腿 一朝起 粉碎了 黑方的反击手段 黑方不得已 跳到边线 这样的话 黑方的马 收支于人 红方到这儿的话 选择一个掌距 那对这样的骑的话 对方就认输了 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骑道会 现在有一个 卧槽 出来杀 退居的话 居被困住 冲兵就围死了 你这个马 如果说不卧槽 往回退的话 他也可能先把你阻扫掉 那这样的话 输得更彻底 去马三个兵 所以对方一看 大势一去 也就认了 这盘骑 赵电宇获胜